在剛剛過了去的暑假,大潭水塘吸引了大批市民去郊遊, 當中尤其以大潭督水塘下日限定的放水排雄最為吸徵。 不過,記者日前在暴雨過後的一個晚上去到現場視察, 就竟然發現了至少六手莊藥菜等獨木舟在大潭督水塘拍照。 其中那些幻彩獨木舟還會排出不同的陣式去打卡。 據觀察,他們足足拍了一小時才從橋底上岸,摺起獨木舟離開。 而在另一個打卡熱點,大潭督水塘, 亦都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線闖水塘的罪證。 在貼文中可以見到,各一行至少十人線闖入大潭督水塘。 其中一個穿著行山莊的中年女人更加一時坐在水塘下又脫鞋洗腳, 一時又坐在排中紅的水壩上興奮打卡。 在片段所見,她更嘗試沿著水壩斜坡向上走。 但由於正直水壩排紅,水流非常全急, 那個女人並未能站穩,情況十分驚險。 獨木舟三級教練兼攀山拯救專家楊廉豪則直斥, 相關由人行為非常自私, 妄顧自身安全之餘,更加會好容易出現意外。 而水務處發現人則指出, 根據水務設施條例, 任何人拋拆或擺放任何物件於構成水務設施部分水中即屬犯罪, 最高可被罰款5萬元及監禁涼滅。 大不友善異斌法